第三,气体丙酮是实验室中常用的有机溶剂,以致丙酮的分子量为58,则29公克的丙酮中所含的氢原子数和下列合者所含的氢原子数相同,我们丙酮的分子是CH3COCH3, 我们就看到我们一个丙酮的分子里面,总共会有所谓的6个氢原子,也就是一末丙酮会有6末的氢原子,那么29公克的丙酮是几末呢? 那我们晓得,我们末的算法是我们的质量要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,也就是我们的0.5末,那么一末的丙酮有6末的氢原子,0.5末的丙酮就会有所谓的3末的氢原子, 选项A当中,C2H5OH1末的C2H5OH有6末的氢,现在有0.5末,所以我们就会有3末的氢原子,那么选项BC3H8,1末的C3H8会有8末的氢原子, 我们现在有1末的C3H8,所以我们就会有8末的氢原子,选项CNH3,1末的NH3有3个氢原子, 现在我们有1.5末的NH3,所以我们就会有4.5末的氢原子,选项H2O,1末的H2O有2末的氢原子,我们现在有2末的H2O,所以我们就会有4末的氢原子, 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选项A里面,它的氢原子的氢原子的氢原子的数目,会跟我们29公克的丙酮的氢原子数目是相同的,因此第三季例问我们说, 则29公克的丙酮所含有的氢原子数,和下列何者所含的氢原子数相同, 我们答案选的是A0.5末的C2H75OH。